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新的话题 叫吴越春秋 之前我们有聊到那个孙武 因为孙武只是在吴越春秋里面的一个角色 吴越春秋里面太多了 我们大概在台湾小学生都知道 月王勾剑 卧薪长胆 吴王夫差 还有吴子虚这些故事 一个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是在什么时段分别发生的 或者是有什么连贯性 那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会不是很清楚了 另外像比如说刺客 刺客里面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专珠 专珠赐王勾 因为这个王勾两个字 让我们小的时候一直搞不清楚 为什么叫王勾 为什么其他人不叫王什么 王光王什么东西 为什么就是专珠赐王勾 王勾是姓王叫明勾吗 不是 那个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切片来讲好了 今天我们第一个来讲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冷兵器时代 大家都知道吴越春秋里面 越国越这个地方的人 特别会练剑 欧爷子大家都知道吗 欧爷子墨爷干将 干将墨爷 这两个这三个人都是一个住剑名家 那欧爷子练了五个剑 其实他是欧爷子带的那个干将一起一起干的 那个欧爷子跟干将是 是师兄弟关系 虽然欧爷子的年纪很大 但是那个干将是他们同一个同门师兄弟 就简单讲就这样 年龄虽然相差很远 一个是关门弟子 另外一个是第一个大弟子 好 现在我们今天就讲这个 从住剑师开始讲起 我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什么 那些人都是一些 尸体不勤五骨不分的人 他没有实际上下去做过 没有去劳作过 也不知道铸造跟这个锻造有什么差异 首先我先要跟各位讲一下 在那个像我们现在知道 出土的最有名的就是月王勾剑剑 那那个那把剑到现在几千年了之后 现在还可以拿那个纸 一刀子用刀子一切就可以把它切开 削铁如泥 可是那把剑是一个青铜剑 青铜器 注意我们在那个秦始皇兵马雍里面 出现的那些兵器 大部分都是青铜器 那个时代难道没有铁器吗 等一下我们就讲住剑 今天这一集就讲住剑师 这三个字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这个制造工艺好了 筑剑师这三个字 从开始的时候 它就是从我们中国开始 就是有青铜器做剑 用青铜 青铜就是黄铜里面加上锡 加上一定比例的锡之后 它就变成青铜 那青铜跟黄铜有什么差别呢 青铜难道是青色的吗 不是青铜在刚铸造出来也是黄橙橙的 那跟黄铜没什么区别 只是因为它生锈之后 它容易生锈之后 变成它的那个锈鸡叫做青色的 绿色的嘛 就铜绿嘛 所以叫做青铜 其实它那个青铜的这两个字是等下它生锈才叫青铜 没有生锈之前它是黄橙橙的 另外一个中国人把那个铜这个字 在古代没有铜这个字 就是金 它就把那个铜这个东西就变成叫做什么 叫做美金 那另外后来发现了铁 铁他们叫做恶金 那这个是我们先讲一下那个铸造工艺 铸建这两个字本身就误导了 为什么 原始时代人是青铜器时代是用铸造 没有错 所谓铸造就是要它要做一个砂模 砂心 一个砂箱 这上下模 按照那个分模线的位置做个上下模 就是用那个翻砂铸造 那个时候都是用翻砂铸造 那这个模子里面 它有一个胶口 就是把铁水 就是把那个铜水融化以后 从那个胶口入进去之后 经过流道 然后进入这个磨腔 那个磨腔将它就打开 就是那个我们要的成品 但是因为你要把它灌饱 所以你必须要确定灌饱 所以你必须要在它的远端 要再设一个帽口 这个帽口也要做很大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你这个 这个融融的这个金属液体进去的时候 它会冷却 到那边去之后 它可能有很多的杂质 或者是跟空气接触之后的那些氧化物 所以你必须要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按照用重力 就是那个地心引力 这叫做重力铸造 就是我没有用加压 就直接用它的那个 那个金属溶液的那个重量 直接地心引力 直接把它从这个胶口进去 经过流道 经过磨腔 然后最后从帽口冒出来 冒出来就表示它灌饱了 这时候我们等它冷却 冷却之后我们把这个杀芯敲破 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把胶口跟那个帽口的多余的地方给它锯掉 切掉 切掉之后剩下的那个部分来 再来金弓打磨 像如果说要制造兵器的话 那就要把那个 就要把那个韧口的地方 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磨出韧口来 那个术语叫做开锋 锋就是锋利的锋 刀锋的锋 那这个就是基本的 基本的那个做法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传统的所谓的铸键丝 这个铸键这两个字 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种工艺 用铸造的 铸造英文叫做Casting Cast Casting 那其实事实上 有铁器的发明之后 它不是用铸造的 它是用锻造的 锻造的英文叫Forge 锻造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热锻 叫HardForge 另外一种叫冷锻 叫做CoreRude Forge 那冷锻就是我们一般 一般讲的那个冲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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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冲床 冲床加工就是冷锻 那另外一种热锻是什么 是把这个金属烧红了之后 拿去打击 那为什么说冷锻跟热锻有什么差异呢 冷锻基本上来讲 它不会改变这个金属 金属里面的分子结构 热断会改变它分子的密度 简单讲就是 我用很高的压力 在你在红热的时候 那时候容易塑形的时候 我用很大的压力 把它蹦 把它一打之后 它就 它在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成品里面的 这个 因为它在单位容积里面 又被缩小 压缩 所以它就会 密度会增加 所以锻造出来的东西 会比它的 铜体积都要重 就是因为它密度加大了 密度加大 就是它很紧实 就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铁箱铺里面的一些人 在那边听听通通的干什么 我们都可以看到 铁箱铺里面的那些师傅 都拿着铁锤在那边打 还有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 我这是小的模型 你放在案头上面的一个指证 因为我们常常要做工的人 做工艺的人 常常要有这些东西在眼前 才能够触发灵感 这个工不离手 那这个铁锤 这个铁锤是大概有五公斤 还是六公斤 那一般来讲就是用这个铁锤在打 打这样 把那个红热的铁 用钳子夹的放在这上面 要塑形是用这个位置 这个叫做铁簪 簪子 铁簪子 那那个因此 在那个中国人 就把这个打铁这个工艺 就锻造工艺 也衍生到那个 引用到一个名词 就是说 比如说 我现在跟你请教 或者我拜师好了 请师傅 钱锤 钱锤就是拿钱子夹到那个红热的铁之后 用锤子打 那其实 这个刚刚讲说打这个铁 我顺便讲一下这个锻造 那种 就是打铁铺 不管打农具 或者打刀具 打铁铺那种东西 它是一种开放式的 跟我们用机器来锻造的机器 是不一样的 锻造机器 它是做模子来打 它也是要加速成型 但是它打穿的东西 它有很多的那个 那个 那个毛 那个飞边 也就是 就是它分模线的那个位置 会挤出多余的料来 那个料就要把它切掉 那还有第二道加工 也是冲压 可是它冲压之后 它也是要在 在做其他的研磨 在做其他的加工 通常锻造的东西 都是有特殊强度的 要有特殊强度东西 才加以锻造 所以锻造的那个 这个弓箭是比较贵的 很简单 就是这样 我先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所以说你说 那个柱箭丝 铸造跟锻造是两码式 铸造用不着 用不着这个铁毡子 也用不着锤子 它用的是杀芯 它是让它用重量自己去 这就是铸造的 让那个地心引力的关系 用你的 它自己的重力 直接流到这个成品里面 那制造杀芯的那个技术 我在那个木模那里面 有讲过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 那个墨子学院工艺课 我把这个也放到墨子学院工艺课 因为我认为说 你要研究古代的初子百家 尤其是墨子是工匠出身 那像那个五月春秋里面 当然要讲到冷兵器 还要讲到孙子 他们都要运用 不管你是车站 还是兵器站 还是什么水站 通道用的船 用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什么 兵工 全都是兵工工业 这些东西都是工艺技术 所以我就认为说 如果说你要读古书 你一定要什么 要这个行万里路 读万件书不如行万里路 就是你要下去做 要扶牢 就是要流汗 流泪 流血 当然流泪流血 可能不一定 但是要流汗 起泡 起泡 然后长茧 这个是我的茧的文化 好 OK 那个我们现在在讲了 刚才讲那个铸剑 我这边就有一把剑 这把剑也是出自于越国 出自于越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限于这个空间的关系 你可以看那个零线 这把剑不是用机器锻造 是用手工打造的 是用手工打造 这个是 我们讲无越纯球 无是指的今天的江苏 越是指的 大越是指的今天的浙江 所以无越就是指的 指的这个江苏跟浙江 我们现在常常讲 这个人的口音是江浙口音 其实江浙的口音差距很大 我以前曾经在上海工作过 相当时间 所以我踏勘过很多地方 所以像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渝秋雨 渝秋雨 就是浙江那个渝瑶人 他写的书 我基本上都看过 这里面很多的那个 那个照片 都是古色古香的 其实这个古色古香 跟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的 那个吴越是两码事 最早以前 第一个到这个南方来 到吴国来这边 建立吴国的人是谁呢 是泰伯 是周朝的一个泰伯 泰者大也 伯 就是那个排行里面 兄弟排行里面 第一个最大的就是伯 那么那个泰伯意思 就是大伯的意思 他是老大应该是被那个 应该是继承 那个 地位的 结果他 到了那个 南方 到了南方之后 他就建立了 就建立了吴 当时他就是吴子 他还没有被称为什么 公侯伯子男 他只叫 当时一直叫吴子 没有叫吴王 那泰伯是第一个 像我是吴忠臣 所以我们的祖先 都是远推到 周的泰伯 其实周朝的人 他的那个 那个国姓是姓鸡 就是那个鸡切的鸡 那大家都知道嘛 那个周朝的那个 那个鸡舱鸡发 还有周公叫做鸡蛋 没有鸭蛋 那这些都是 他们都是姓鸡的 就是泰伯 其实是应该是 鸡泰伯吧 应该是这样讲 那他来到 那个南方的时候 那时候南方的人 这个百岳这边的人 就是这个 今天的吴 吴越这个鸡的人 都是百岳 属于百岳这边的人 包括广东 广西 到云南 到那个海南岛 还有那个越南 这一辆全部的人 都是属于百岳 百岳的人 当时都是因为靠海 没有文化 没有文字 他们都是断法 文生 注意啊 断法文生 中国古代的儒家 一直讲说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所以他们都续法 然后扎辫子 或者是用扎那个 法脊 戴帽子来保护 这是北方 因为北方天气 比较寒冷 所以他们会 有这样子的习俗 一直延续到下面 可是他到了南方 之后 南方很炎热 而且这边的土拙 就是这边土人 都是断法文生 所谓断法就是 他头发长了 就剪短 剪得很短 为什么 便于下水 他们要在里面 水里面捕捞 这个还有在那个水里面 要采 采这些水产 那文生的目的是什么 文生大概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说 学者专家都这样公认 认为说 文生的目的是 因为当时的水里面 有很多水怪 或者是鱼类 或者什么会吃人的 这些东西 他如果身上 闻了文生之后 那个水怪看了以后 认为他不是可以 不容易 不敢侵犯他 因此他们就文生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文生的目的 也是为了要 为了要漂亮 因为文生会痛 所以产生这个 就是会有英雄崇拜 还有一个 其实这个文生 这个所有的 南岛民族里面 几乎都有 但是那个百岳这边 有人说是南岛民族 是从百岳这边 传过去的 那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 人类学家 那个考古学家 都还没有确实的证据 但是不管怎样 南岛民族都有 这个刺青的 这个风俗 像中国的那个什么 台湾的 太亚族的女人 没有结婚之前 没有文生 结了婚之后 他把这个脸上都要文 那个文生这个东西 在中国古代里面 那个发配充军的人 都要文生 那个叫做情 情形 是一种刑罚 还有古代的那些奴隶 那个奴隶主 也会给他们 在身上刺青 因为表示说 这是我的 在情形就像说 那个马跟那些 那些那个牛啊 猪啊什么 身上落印一样 落印就是 这个猪是我的mark 落在上面 别人想说那是他的 都休想为什么 上面有我的记号 有我专用的记号 在美国西部牛仔 他们不是也常要落印吗 这个农场 那个农场 要区分他的牛羊马 上面都有落印 各位如果 如果是你熟悉 这些东西的话 你都知道 那以前的那个奴隶主 奴隶是没有自由的 是由奴隶主来 来主导 主导他的 所以他奴隶身上 都有刺青 刺青就是有所有权 谁谁谁 所有权 那至于说 这个后来这个奴隶 不管什么原因 可能救了主人 他从奴隶的身份 变成一个普通人的时候 那个主子会把他 那个丝巾给他画掉 什么画掉 也不能够打个叉叉 或者怎么样吧 就是把他原来的刺青 给他加大 加大 加了花边 加了一些艺术性的 之后 还是刺青 那个时候没有雷射除斑 所以刺青是一辈子的事情 可是这个百岳的人是断法纹身 一讲到百岳就叫断法纹身 还有一个什么 疑人绝舌 他们讲话的声音像鸟语一样 当然这是因为北方的人 他们这样认为 可是 那个泰伯 到了南方来之后 他不但 不但不 不禁止他们这样子 因为他是有文化的 有文明的人带来的 他带来了很多的技术 纺织啊 什么农耕啊 什么各种技术 他带来 他等于是一个文明的 一个传播者 那他不但不禁止他们 他自己也开始断法纹身 也就是民族的交融 在这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清楚 那因此 我们讲到说 这个筑舰 筑舰最厉害的就是越国 越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 现在浙江还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做舰 是全国有名的 就龙泉这个地方 龙泉当然还有一个龙泉窑了 青池 这个我们是题外话 这些地方我全部都去过 这个舰也是在那边买的 那这个 他怎么做 我通通都到那工厂里面去 因为我跟那些人很熟 所以我都到那工厂里面去 亲自前锤 亲自做舰 那我这边 如果各位有兴趣要做舰的话 也可以啊 如果你买一把舰 如果说是一万块钱的话 你要自己做的话 我教你做舰的话 一支的成本到五万块 五倍 就这样 因为你要烧 你还有中间可能会被烫伤 因为你打起了那个火花 会烫伤你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 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志气的话 这样子就是 这样子的那个愿望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教你 那个 我也打过不少 不少这些东西 这个我们就不在这边公开 这是我 吴宗成这个 墨子学院的工艺课里面的一环 我的课程 通通是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 放在那边 你随时要拿个单元 我里面材料准备 工具准备 操作方法 还有图解 通通都准备好了 放在那边 只等你来 但是我们是 都是收费 而且收费不低 我直接告诉各位好了 因为这些东西 要有缘 没有缘就拉倒了 好 我们现在再归到这个 铸件 铸件这回事情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是一个铜件 跟一个铁件 这样子相砍的话 铜件一定断掉 那绝对硬度 不会比铁要厉害 那铁你怎么 你怎么得到 人类是怎么样 发现铁矿的 那在那个 浙江日当 为什么越国的人 他铸件 欧野子那么厉害 做了五把 很有名的剑 那五把剑 可能大家 中国孩子们 男生大概都很清楚 那五把 五把剑的名字 叫战如 聚缺 鱼长 肾邪 纯钩 这五把宝剑 中间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鱼长剑 鱼长剑就是 传说说鱼长剑是 他很短 短到什么程度 放在鱼的肚子里面 因为那个 王导 王导是就是 吴王 吴王 鸡导 他们的姓还是姓� 刚刚讲过 鸡导 他是导 就是那个 那个官导的导 他一个字 就叫做鸡导 姓鸡 名导 那他为什么 常常在那个 史记上就讲 那个专诸次王导 因为王导 他并不按照祖宗的 那个承传的规矩 他不应该是由他继承王位 可是他擅自称王 那这王位应该是由谁 应该由他的堂兄 他的堂兄是谁呢 公子光 这个公子光就是后来的吴王和驴 等到我们在方言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那个吴王和驴的故事 那我们先讲 先直接讲这个专珠刺王寥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王寥很害怕人家刺杀 所以他安全保安是做得非常彻底的 所以专珠去做了那个 因为他喜欢吃鱼 吃烤鱼 结果专珠特别就是学了烤鱼的手艺 非常厉害 结果他们这个吴王和驴 当时叫公子光 还不是吴王和驴 吴王和驴要请那个王寥 他称臣嘛 假装称臣说 来请你来这边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边的那个家宴 结果中间就上菜 上了一道菜之后 上了那一道菜就是鱼制 鱼制就是烤鱼了 这烤鱼里面 那个也经过那个那个王寥的那个那个左右那个虎奔 他左右的清兵去检查过他身体什么 通通都没有兵器 通通都没有 只有一条鱼 端了一条鱼出来 香喷喷的鱼 当然你不那个这些世卫这些保安不会把那鱼翻开来看嘛 他认为说这个这个鱼不会有问题 他想到没想到那个鱼的肚子里面藏你一把鱼藏剑 鱼藏剑 大家都大概如果说这个对这些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们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那鱼藏就是鱼的藏子的那个 那两个字 鱼藏剑 有的人说这两个字可能是那个鱼里面藏剑 那个这个隐藏的藏 鱼藏剑 但是这个通常都是用鱼藏 那个鱼藏的藏 这个字鱼藏剑 因为他是一把匕首 我们现在来讲是一把匕首 没有护手的匕首 连他的饼都很短 非常短 然后这个这个王辽 他本身还穿了那个 他在那个那个那个黄袍里面 还穿了护甲 三层护甲 也就是说你一般人根本就伤不了他 你用一般刀子来捅他的话 你根本就捅不进去 可是没想到 专珠在献这个鱼的时候 那个那个吴王还没有 还没有动筷子要夹这个鱼的时候 专珠突然把从那个鱼的肚子里面 抽出一把匕首 冲上去就朝那个王辽的那个 那个身上心脏猛刺 结果这么一次就穿越了三层护甲 简单讲他穿了防弹背心 都挡不住这把这把匕首 直接直刺心脏 当场就暴毙 当场暴毙之后那些左右的侍卫都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这个这个专珠已经自杀了 当然了在这个同时混乱的时候 那个公子光立刻立刻 立刻立刻立刻 这个领导权是一个最诱人的一个诱饵可以这样讲 因为你拥有了这个皇位你拥有了一切 所有的这个蒲天之下莫非皇城就这样 OK那这个专珠用的这把鱼长剑就是欧野子练的五把宝剑中的一把 那大家都知道欧野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传奇的人物嘛 那欧野子后来怎么死的呢 他为吴王做了这五把宝剑之后 吴王非常高兴 就想说好OK 鸟尽工藏吐死狗喷 你能够为我做 如果你今天流落到别的地方去 别人也会请你做这个东西啊 所以他就 当初这把宝剑是那个欧野子为吴王为月王做的 那月王当时是比吴国要小 所以他就是惨媚嘛 就献宝给吴王给谁公子光 所以鱼长剑有两把剑到了那个到了吴国去 就叫献给公子光 简单讲就是隔岸关火 我希望你们隔岸关火斗嘛 我希望你们内讧 我现在压把压到公子光身上 所以公子光就把王寥给干掉 因为王寥很霸道嘛 历史都是谁后面人写的啦 简单讲就是杀人是真的 但是情节是就是后人编的了 你也可以编 可以简单这样讲 历史就是这样 历史学家说历史就像一个18岁小姑娘一样 你随便装点 装成档妇就是档妇 装成那个清纯就是清纯 就是那回事 OK 暂且按下不表 那当时这个欧爷子是在越国 就是在现在浙江这边 那在越国做的剑 越王把他送了两把给 给吴国的公子 还不是大王 还不是大王呢 王寥是被公子光请的那个死士 专注赤死的嘛 那当时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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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欧爷子在还在越国的时候 那个越王就想说 好了 你已经这个三五把宝剑已经出土了 做出来了 你做出来之后 你可能要再找这个好的好的料 再再这样做出来这样的东西的话 恐怕有困难了 结果就用一个 用随便编的一个理由 把欧爷子给杀了 也就是你的记忆就到此绝了 也就是世间最厉害的 就是那五把宝剑 剩下没有第六把 第七把 因为你是顶尖的好手嘛 话虽然这样讲 可是欧爷子有一个师弟 叫做干将 干将后来又娶了一个老婆 叫墨爷 干将墨爷 大家都知道是两把齿熊剑 那我们就不多说 好 今天讲到那个筑剑师 他筑剑的时候 他筑剑的时候有一个仪式 就是因为这个冰者不祥之气 就是这个冰器 冷冰器时代那些刀 其实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 我们只要玩刀玩枪 我父亲都会严厉的贺赤 他没有讲那么深奥的时候 冰者不祥之气 他只是说这种 这种刀枪 都是 他们不是讲武器 他们讲凶器 杀人的东西 虽然他是做外科手术 他常常动刀 但是他也 他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他们是在行善 不是作恶 不是强害生命 那如果说你拿那些武器来强害生命 就是凶器 因此他是很那个的 但是在这个 在刚刚讲的那个筑剑师 他们在筑剑的时候 在那边巡视高炉的时候 整个筑剑的过程中 他们都要穿的上服 就是吹蝶 吹蝶就是麻布的上衣 然后腰部捆的是草绳 或者是麻绳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开炉以前 胡子都不能剃 简单讲 就是像手上一样 每一个这个筑剑师都是这样 因为那个 他在那个炉子里面在烧的时候 日以戒 跟那个陶瓷烧窑一样 他在窑里面的时候 陶瓷在窑里面的时候 师父就睡在那个窑的旁边 他累了就睡觉 醒了就天才火 徒弟 24小时轮班 一直照顾着火候 祝剑也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仪式化的一个东西 当然他们也相信 因为每一锅里面出来的 每一个那个 那个锅炉烧出来的东西 都可能会失败 当时的那个工艺技术 可能还不是很高明 所以他们相信神鬼 然后就要有所谓的炉神 要祭祀炉神 当然这个很多千疆复会了 如果还有那个铁水如果不能融化的话 他们要以身入炉 就是那个住建师要自己跳到炉子里面 把自己烧死 然后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迷信 他没有办法说 因为一个人的 人体的就是如果说用物理来讲 或者用那个生物化学来讲 他就是元素嘛 各种元素 这个这个这个炼不出铁来 跟你这个身体这个元素 如果说人的人跳进去 可以可以的话 你就把动物 其他动物丢进去 把其他动物的尸体丢进去 他也应该有人体的这些元素 蛋白质啊什么 脂肪啊这些东西 如果是因为这些因素 引发了那个那个炉子 出不来的铁水 那就那就 所以古代的人 这个这种传说是满满这个 充满了这个血腥 充满了这个残暴 那这个这个这个是不科学的部分 我们讲一点科学的部分好了 刚刚讲到说 那个铜这个东西啊 在古代的人 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叫做 叫做金 直接写金 他古代那个没有发明这个 没有发明金的时候 他们就是直接把铜写成金 那现在日本人还有把铜 他不写那个